下雨天 這邊有翅膀 玉鳳姐妳剛才說這像什麼 夜市泡車車的那個 真的蠻可惜的 本來是要陪盲友們騎腳踏車 然後下午的時候會到故宮 不過沒關係 還好就是故宮行程還在 所以我們就是保留室內的活動 這邊很像有一群 是在集合的 哈囉 早安 你看到這其實都是老司工 在旁邊的微型 哈囉 大家都很有活力 對 超可愛的 而且冷好好玩 好喜歡這樣的團體 請客了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重要 就是 盲友們上下車啊 真的 你知道第一次帶盲友出去 完全都沒有經驗喔 所以不管是上下車 還是上下樓梯 你一定要注意一些事情 還有啊其實帶盲友出去啊 不只是管下面而已 你要非常細心的管任何一方面 以我這個身高齁 志工帶我齁 我都是裝導頭 還有一件事情 非常重要 尤其是 新手的志工嘛 會疏忽的一件事情 有時候 志工在走的時候 有時候 講話講得很高興 真的會很高興 就忘了男友的成效 走走走走 他很高興啊 他跟旁邊的朋友 聊得很高興 朋友就 很容易就被忽略了 好那其實啊 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個部分就是 在還沒進去故宮之前啊 他們有安排一個地方 讓盲友們去體驗文物的一些故事跟觸感 那你知道真品本來就是不能摸嘛 所以導覽員就會用仿製品 去介紹他的故事 當盲友在體驗的時候 他們就是用聽跟觸覺 我覺得最重要還有一點就是用心 我在拍的過程當中 我很喜歡那個畫面 因為我就會思考自己說 我們太容易看見一個東西了 都不會進去心裡面 所以啊 當下 我也就是開始去 做一個觸摸的動作 然後去認真的體驗 然後去想像那個 當時的故事跟情境 寄清描金 魷魚 裡面有魚 轉心瓶 可以轉 這叫寄清描金 魷魚轉心瓶 天啊 誰要挑戰講他的名字 誰要挑戰難講的是 寄清描金 魷魚轉心瓶 阿姨 這是什麼 這是避邪 就是裡面那個主角避邪 就是漢代時候的一種神獸 有翅膀 這邊有翅膀 屁鳳姐妳剛才說這像什麼 夜市套圈圈的那個 很像啊 很像啊 現在當然年不熟 就是大家合照一下 妳看 那其中在這個活動當中啊 我還有認識一個盲友 那我覺得讓我記憶深刻的是 就是他已經全部看不到了 但是他還是很喜歡去做志工 我也是志工 是平常服務的對象是安寧照顧 還有老人的部分 聽到有三個是第一次來的志工朋友 非常開心 我們很需要你 我也會常走出來 很開心 雖然今天沒有騎車 但空氣很新鮮 珍惜每次出來一起遊玩的時刻 好那最後啊 真的很感謝可以參加這次的活動 當你真正跟他們互動的時候 你會從錯誤中開始學習 我們在陪他的時候 我們是他的眼睛的時候 我們要幫他注意到些什麼 所以啊我覺得這個活動 是非常非常備受肯定的 那介紹那麼多啊 就是希望大家還是會喜歡這個頻道 那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按讚 那記得要去訂閱喔 那如果你有些感動嗎 或者是想要幫我打氣的話 也在下面留言喔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